灌篮高手球员力量排名 第十位 木神医 肯定会有朋友认为 帝王木排在这个位置有点低了 毕竟动画里曾多次刻画 阿木利用自己的身体强吃赤木 拦截飞身爆克的荫木等等 的确 力量是阿木成为帝王的重要属性之一 但这不表示 阿木的绝对力量就超越了荫木或者赤木 阿木非常会利用身体打球 加之还有着优秀的爆发力 速度 这些要素加在一起 才让阿木拥有了优秀的核心力量 如果双方只是拔河或者扳手腕 这种单纯的比例器 仅有79公斤的阿木 还是略显单薄 第九位 高沙翼马 高沙是神奈川四大中锋里最不起眼的一个 可他的成就却比其他几人都要高 高沙的身高只有191公分 对于一名中锋来说 显然有些捉襟见肘 能成为全国亚军的副队长 除了依靠丰富的比赛经验 还有一项便是他强悍的力量 今生的手稿里曾提到过 高沙的肌肉力量在整部漫画中还在第二位 基于这个设定 他能将一目撕撕卡在身后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虽然肌肉力量强悍 但高沙的体重只有80公斤 当遇到体型远超自己的球员时 高沙未必能扛住对方的绝对力量 第八名 池上量2 刚刚说到了漫画里肌肉力量排第二的高沙 接下来这位便是排在第一位的池上量2了 其实漫画中并没有刻画过 池上力量方面的能力 要不是锦上添加了这个设定 根本不会有人想到 池上居然还是个肌肉猛男 不过从他的体重隐约能看出来一点 池上身高183公分 体重83公斤 他比高沙矮了8公分 体重却重了3公斤 再举个例子 身高190的仙道章 体重仅仅只有79公斤 这么一比较 是不是觉得池上确实有点料 根据锦商的设定 池上理应是83公斤以下球员中的力量王者 第七名 野边降广 身高198公分 体重不强 对自己抢篮板的技术引以为傲 自称除了和田牙屎 没人抢得过他 野边非常擅长卡位 要知道卡位除了经验 主要拼的就是两方的力量 上半场 櫻木没能从他手中抢到一个篮板 而矫天大帝和他对位更是毫无还手之力 下半场因为櫻木的小动作和超强的跳跃力 也便被抢走许多篮板 单顿卡位 也便一次也没输过 第六名 赤木刚线 作为神奈川第一中锋 赤木的力量自然也是限领数一数二的 成名记 大猩猩灌篮 霸气十足 可以轻松扣翻两三名球员 除了在场上 场下赤木可以一把把�木扔飞 把櫻木扔飞 将人像杠铃一样举过头顶 最夸张的是 把櫻木像包一样拎起来 难怪德南看到赤木只能乖乖脱下鞋子 第五名 鱼柱唇 鱼柱是和赤木现在齐名的怪物 两者体重都是90公斤 鱼柱要比赤木高5公分 比赛里两人进行过多次力量比拼 结果可谓不相上下 之所以把鱼柱排得更靠前 一是因为他把赤木掀翻的次数更多 二是他空中大帽�木这球 鱼柱用惊人的力量 把鹰幕整个人砸在地板上 造成了对方短暂脑震荡 场边的神奈川双臂都忍不住感叹 跑惊人的力量 鹰幕还活着吗 第四名 和田美激男 和田地的身高体重都是全数之最 身高210公分 体重130公斤 比鱼柱重了整整40公斤 这种数据放在任何球员身上 都是碾压级的存在 可小和田因为接触篮球时间太短 身体也没有经过太多锻炼 导致他没能将力量完全开发 尽管如此 他的力量依然恐怖 训练只学会了背身投篮 便可以一招先吃变田 和鹰幕对位 身体轻轻易紧 鹰幕便失位飞楼出去 后面虽然鹰幕开挂 让小和田使不出全力 但心急的和田地 依然可以轻松的一巴掌 把鹰幕掀翻在地 其力量恐怖如斯 如果力量完全开发 鹰幕恐难以再与其抗衡 第三名 和田牙屎 大和田身高194 体重不强 日本高校最强中锋 进入大学意识前三的存在 身材虽不如弟弟高大 但早已将身体开发到极致 得益于身高急速增长 让大和田及力量速度 技术于一身 比赛中将赤木逼到崩溃 有川 鹰幕 赤木都被他盖过火锅 迁今更是让鹰幕两次吃扁 一次是在鹰幕头上爆扣 还有一次是墙板时 直接把鹰幕弹飞 能在身体上多次拼过鹰幕的 漫画里还真不多见 第二名 鹰幕滑倒 全书里最大的挂逼 什么绝对力量 核心力量 在鹰幕这里都不具备参考价值 仅仅只有83公斤的他 能够顶住130公斤的小和田 并将其撞飞 能够挂这大猩猩 把球灌进篮筐 撞飞花形 阿木更是小菜一碟 铁难估计你会得更加到位 这样的球员不是挂是什么 你永远不知道鹰幕的上限在哪里 如果有需要 哪怕是一堵墙 鹰幕也能给你撞开 第一名 森仲宽 这是鹰幕唯一没有击败过的对手 而且力量上可以称之为完败 森胖凭借他的绝对力量 在比赛中如入无人之境 没有谁能够限制住他 随便一个扣篮 就能先翻两三名球员 靠着这身100公斤的剑子肉 森胖带领名棚 在全国大赛狂掠长城 个人独得50分 就这天赋和数据 妥妥的漫画里的大魔王 可惜我们最终没能看到 鹰幕和他对决 怪网也没有得到一血前尺的机会 超级boss 内同铁野 动画组瞎搞出来的角色 竟然成为整部动漫里 最大的隐藏boss 身高只有196公分 体重却达到了惊人的155公斤 比森胖重了足足55公斤 白米跑只需要11秒 如此逆天的天赋 谁看到谁不犯处 此等魔王 或许只有被鹰幕爆头杀 才是最好的归宿 你有不同意见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